前段时间,福克斯台的头号川本Jerold Rivera在电视上表示,为了纪念川普在疫苗研制上的攻击,我们为何不把疫苗命名为川普呢? 此言论一出,举国哗然。 毕竟川普对新冠的贡献,全世界有目共睹,号称最懂新冠的他,也与新冠来了次亲密接触。 不仅如此,他的家人也未能幸免。 既然有此言论,那川普一定还是做了什么的。 时间过回到两个月前,美国大选即将到来,而民调对川普极其不友好。 但是他却依然信心,满满的穿梭于课大选项活动。 他自信的源头在哪? 原来他在五月份成立了,迅速计划小组,砸重机,利用植物质变给疫苗一路绿灯。 他却进大选之前,他可以手持疫苗向全国展示自己的风光伪计,甚至总统赛应大战地重新雕刻他一人。 然而事与愿为,大选结束,研制疫苗的其中两家种子公司,才宣布疫苗成功率高达94%以上。 这,你让川普怎么想? 也难怪大选后,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,这些医药公司在搞他的言论了。 从局势上看,川普本关于医药公司与拜登抗现遗弃的阴谋论似乎也成立。 毕竟如果疫苗10月份发布,那川普和拜登竞争的结果可能真的会有变数。 现在,沉岸落定,也许,新冠疫苗会成为川普心中永远的痛。 至于将疫苗以川普命名,确定不是高级黑,美完美了,看看播报。